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周伯雅在上周末传出了跟女助理闹绯闻 对于这样的一个传闻周伯雅始终没有正面答复 不过呢他似乎也不把这个绯闻放心上形成照跑 而且面对记者的追问他也还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就是他不谈私事 不过就了解这位绯闻当中的女主角女助理 现在已经请假没有到议会来了 立法院外反ECFA进座现场 台北市议员周伯雅一出现马上成为焦点 握手 加油 周伯雅走到哪 摄影镜头就跟到哪 不受绯闻影响 他边走边害民众打招呼 绿营的支持者反应也很正面 我们回来就是在回来而已 为台湾主管主义民主警官 不能为ECFA迫事 不能为ECFA迫事 反对ECFA迫事 反对ECFA就是反对台湾香港法 反对ECFA就是希望台湾继续 走出自己阻止独立的这个争取 我们再次感谢周伯雅议员 建立真评的分析 掌声中满脸汗水周伯雅 卖力陈述反对ECFA的论述 不过该来的还是跑不掉 等了他老半天的记者 只想问这个问题 那家里的事都还好吗 还好关心国家大事 国家大事 需要我们自己关心 谢谢大家关心 那个 私事我们就不谈 谢谢 大家了解 还是老答案 不谈私事 和女助理的绯闻真相 周伯雅不说就是不说 民事新闻众目报导